后浪,正在热播中,该剧六六编剧,因题材与中医有关,很多观众在追剧的过程中,又感受了一会中国中医的博大精深。 后浪集合了很多优质的演员,包括以赵露丝、罗伊周为代表的流量演员,以吴刚、江山为代表的演技派演员。 其实,该剧刚开播的时候,我是冲着罗伊周去的,赵露丝的演技现在几乎很冷了,流量小花资源好到爆。 而男二号任天真的饰演者正是罗伊周,很想看看罗伊周在这部剧中的表现。 第一集,孙头头直接把外卖摔在任天真的脸上,两个人结下两子,对彼此的惩戒很大。 直到看完更新的剧集后,对男六号宋艺人印象深刻。 宋艺人的饰演者正是李光复,宋艺人是一位退休老医生,他还是任心征、吴刚饰演的师父,是宋明儿、江山饰演的父亲、任天真、罗伊周饰演的外公、张继如、西美娟饰演的丈夫。 宋艺人很多时候都是和蔼可亲的,对人天真很疼爱,也很支持任心正的工作,当然也爱自己的女儿,尊重自己的老婆。 私底下,这位爷爷是一个彻底的老顽童,偷吃冰激凌,喝小酒也吃零食。 明明是一个已经退休的老中医,却一点也不注意养生问题。 不管什么时间,什么场合,什么事情下,宋艺人永远笑嘻嘻的,让人觉得和身边的老爷爷一样很慈祥。 看似让人感到亲切的这位老爷爷,面对不同的人展现出不同的气质,让观众惊艳里光复的演技。 比如,宋艺人面对自己的女婿人心症的时候,他表现出老练的气质,是师者与长辈气质的结合体。 面对自己的外孙,又是一个可爱的老顽童,和外孙喝小酒,祖孙俩人的日常很亲切。 整体下来,李光复演出了宋艺人身上的烟火器,李光复整体的表演风格很真实, 无论是台词,还是面部表情,亦或者眼神,肢体等,都让观众感受到了真实和舒服。 造型方面,李光复多以朴素的衣服为主,整个人书卷气十足。 前不久收官的人生之路中,李光复饰演了德顺爷,李光复也演出了德顺爷的精彩。 德顺爷不仅是高嘉林的贵人,他还把他前半生的人生及感情经验讲述给了高嘉林。 李光复是国家一级话剧,他参演的《天下第一楼》等话剧很受观众欢迎。 李光复在《十二公民》中,戏份不是太多,但演技让人惊艳。 李光复曾经13岁走进北京人民艺术剧院,在这个话剧舞台上摸爬滚打了40个春秋。 有时候,他就演一个小配角,台词只有两句,他没有任何怨言,这一坚持就坚持了40年。 曾经为了演好《茶馆》中的老茶客,他就跑到公园里和老人们聊天,导演为他修改了3000字的人物分析。 李光复出道至今,演绎了很多作品,艳势剧到电影再到话剧,凡是他参演的角色,他都用心对待,有些角色已经成为了他的经典角色。 比如何学之,就是李光复塑造的最经典的角色之一了,也被网友称为荧幕成信帝。 李光复还参演过《忘不了!媳妇的美好时代》、《家产》、《英殿1929》、《孰男养成记》、《人民的名义》、《正阳门下小女人》等。 如今,李光复已经77岁了,他只能在一些剧中饰演爷爷类的角色,这些爷爷类的角色戏份不多,李光复却演出了他们身上的质感。 好演员从来不受年龄的限制,哪怕只需一秒的镜头,他也会让观众过目不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